这个变态拿起老婆的梳子使劲闻了闻 随后学着妻子的样子在脸上涂粉 原来男人婚后一直虐待妻子 家庭暴力已然成了家常变态 为了摆脱老公的操控 妻子私吞了一笔巨款 并选择离家出走 但这个恶魔老公似乎不打算放过女人 她一直潜伏在老婆身边 因为她知道老婆的红色皮箱里 装满了这辈子都花不光的钱 为了得到这笔财富 红人表假装社区的护工 为张奶奶提供家政服务 她很快便找到了藏钱的密室 密室由于把大锁锁折 红人表翻遍了整个房子 也没能找到钥匙 她不断的讨好张奶奶 想获取信息 不过 民众张奶奶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 一具灵魂拷问 险些让表表现出原形 你最糟糕的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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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基隆厅长 虽然张奶奶并不知道什么社长名字 她很快便信任了表表 因为没有获取任何有用的信息 胆大心细的红人表 竟然装作消毒工人 来到了金度学的办公室 并在现场安装了窃听器 不得不说 表表真的太拼了 整部剧里面 红人表的智商与逻辑是最强大的 随着表表的软模硬泡 张奶奶总算放松了戒备 而那把重要的钥匙 竟挂在最显影的地方 表表趁着老太太上厕所的功夫 留进密室 也看到了梦寐以求的红色皮箱 表表还是太逼顾这个72岁的老人了 气急败会的他瞬间暴走 他了一个公司的保姆 最后竟一无所获 他拿起凶器 恶狠狠的冲向厕所 却看到张奶奶倒在地上 欢身抽搐 原来张奶奶突发心脏病 也许是良心发现 表表还是将张奶奶送进了医院 而泰鱼这边总算有了新的进展 黑客破解了U盘的秘密 里面除了一堆银行账户资料 就剩几张照片 泰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弟弟貌似拍摄的照片里 除了金杜学乌鸦之外 还有一男一女的亲密和影子 这个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一直守护的瑞颜 这张照片让整个事件片的 不说明 两人的关系明显不一般 此时 瑞颜正和照片里的男人 共处于是 似乎在聊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什么